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诚 大家知道楼梯扶手是贴好砖之后做呢? 还是做好之后贴砖呢? 这两种做法的话,都有什么缺点?什么优点呢? 这个我个人建议的话呢,是贴好砖以后再做好一点 贴好砖以后做的好处就是搬东西容易搬家具方便,而且不脏 虽然说可能没有那么结实吧 但是如果贴砖的时候,师傅做的好一点的话 一般都没什么问题的,问题不大 还有我个人建议的话呢,是贴大理石的 大理石这种应该也贵不了多少 打钉的话,结实一点,做出的楼梯扶手也结实 当然有的人追求比较结实 也可以没贴砖之前做好 没贴砖之前做的呢,还有缺点是麻烦 要找,像我们那种经常做的一些师傅 才知道,这里啊,预留多高 这里,下面这里预留多高 如果预留矮的话呢,非常麻烦的 预留合适的话呢,你要把这个楼梯扶手用 东西全部包起来,不然一批灰啊,很脏啊 的那个光亮度都没这么光亮啊 但优点呢就是,那个战管啊 封面一层水泥,非常结实的 像在我们广西这边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没有这一砖就做楼梯扶手 在这里我正式回复一下,因为简单的说 我们这边的人筹嘛,你建一栋房子 几十万啦,然后要装门窗什么的 要装修,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 但是呢,要急着房间去住 因为有小孩,所以这个安全之间都可以扶手 是有走雷贴砖之前做的楼梯扶手 那个贴砖师傅,它是有点麻烦的 就是上面那个,那个战管啊 它只能用那个磁砖刮一个小小的口 放进去,好啦 大家觉得贴砖之前做楼梯扶手好 还是贴砖之后好呢,这个问题 其实,你看你个人情况吧 如果你资金充足的话呢 我的建议是,贴好砖之后,再做楼梯扶手 如果你资金充足,要急着房间去住那个小孩的话 我建议是,不贴砖的话 也先做好,就得了梯扶手 没安全第一啦 最后的话呢,一定要给那个师傅交代 预留以后贴砖的 下面的话呢,一般要留10多公分才合适的 因为那个砖刀是,它到时拉水平还要拉出来的 可能我说的也不是太具体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留言或者私信给我 我24小时待命回复大家哦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观看,拜拜 拜拜